Hello大家好,我是三站映成峰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来聊聊三站最近的账号驾驶变化 因为三站的五周年就要开启了 有想回坑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下 我这些年儿在三站交易圈总结出来的经验 主要是三站这一次的周年性活动还是非常良心的 直接送一张自选的S1层卡 对比去年来讲是好太多了 那么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那么今天呢我从三个方向来分析一下 目前三站的账号市场是否适合买号 该咋买号 首先第一点就是队伍的定价 卫国方面主要就看泰卫跟富贵齐了 泰卫满红4500到5000 富贵齐满红5000 其他像什么张辽王元基 也是需要建立在能共存且带无惧的情况下 才有机会给钱 蜀国方面 齐丁公和泰卫一样的价值 4500到5000 妇女枪满红满典藏 满特技最高价格1500块钱左右 或者没有妇女枪 桃园现在满红满特技也有机会给点钱 500块到1000块都有机会 其他地方基本上不给了 别问北伐枪了 不给钱 吴国方面主要看三个点 孙权 吴齐 以及周瑜的宏度 满红的孙权 现在排面价1k左右 满红的吴齐呢 大概在2k左右 满红的周瑜 工兵序列 其实比较难共存 算钱的话 可能最高在3k左右 排面价5张 群雄方面主要也看三个点 三仙 群公 还有黄马枪 三仙在能共存的情况下 满红满特技3500 每带特技的情况下 2500 降价非常明显啊 几个月之前还是5000块钱 然后就是群公 满红的群公带号令情况下 3500块左右 不带号令3000左右 满红的黄马呢 大概在1.4个W左右 依旧是版本的统治者 最后呢 就只是SB关 与狗马枪 狗官枪 5500到6000 渡江枪 6500到6500左右 皇冠枪 7500左右 狗马枪 9500左右 这一次我就不做队伍分析了 因为现在的三战的交易市场变化 把原先我们认定的规则改变了 导致你即使使用这样的估值方式去给队伍定价 你会发现以前觉得这个价格是给低了 现在变成给高了 而且我的价格是有助更新的 所以更多还是要结合我接下来讲的第二点 三战整体的市场变化 首先我来讲一下 我感受最明显的一个点 原本的一大于一和一加一大于二的运作 一小于一 一加一小于二 举个例子 你就能轻松理解 比如我们估值的时候 狗关仓能够给到的价格是五千五到六千元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堆的满红满点的狗关仓 就卖五千块钱 以前是吧 单对满红多多少少会有溢价 现在不仅没有溢价 还要比原先的更少一些 这就是现在市场的变化 那再来说说整体价格的变化 首先低债账号 一千元以下 我很久以前做过一些视频 说一千元以下买啥阵容怎么买 现在肯定是用不了了 白板的黄码完全不好使 再加上之前我们只需要追求买行的张角 现在可以追求一个高红的三鲜 因为三鲜变便宜了很多 对吧 如果呢 你想找一个低价账号 我会推荐你去成品号里面去找 现在的决策交易这个功能会有底价限制 有些账号明显包不了这个价格 但是呢 底价限制最低只能设置这个价 但是在成品号里面 他就没有这个功能 像酒油像小米 oppo其实他都可以账号转移 安全系数还是可靠的 而且我观察下来 这里面的账号会比这个 别是交易里面的号好一些 如果你想买个低价账号 或者买个小号 可以在这里面看一看 绝对会比这个成品交易的号要好一些的 那么总结一下 这个一千元以下的价位呢 基本上就只叠一个单对宏度 然后呢 保证自己在一些强盛区段有战斗力 然后一千元到三千元的账号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价位去补足你的开放能力 是比较关键的 首先现在三战的接战时间 被一些新质本给拉长 特别是在一些不卷的区段里面 你会发现接战时间会拖长很多 有了更多的发育时间 一千元以下的账号呢 你会发现缺个不少的腿 开荒队伍白板 但是在这个价位 你可以找一些高红的开荒队 保证你前期的开荒打地能力 这也能优化你在三战中的游戏体验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石红的三仙 和一个石红的等风起 他们的差距差距可能不大 但是在发育方面差距就非常的大 总结来讲 这个价位呢 你可以把你的开荒能力去补足 把阵容做得更完善一些就可以 那么再往上走 五千元左右 我也之前讲过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依旧可以去使用 也就是把单队的主力 改成两队的主力就可以 然后在这个价位上 去补足更多的一些 阵容特技方面 这个价位完全足够你去建立一套 完整的体系了 就看你怎么去选 想怎么选 侧重一下两队的宏度和装备特技去增强他们的战力 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么七千到一万元左右的账号呢 你可以去想着考虑一下三队主力 或者说呢 把阵容方面 红度拉高 或者说把装备优化一下 甚至呢 可以去找一下高红的SP 马超 对吧 找找狗马枪 这个价位是比较多的 那么一万块钱往上一点的账号呢 大家就不需要去找一些太尾麒麟的一些 然后一万往上一点的阵容呢 大家就不一定需要找太尾麒麟 还在这样的老阵容了 个人不推荐 因为现在的底子号比较便宜了 一点五个左右就是底子号的价格 而且呢 并不是太尾麒麟的底子号 而是满到群工的 所以一万冒头的这个价格 可能你想买一些太尾麒麟的账号 还是比较尴尬的 可以选择买一些强势一点的队伍 是吧 像周瑜下一次马超 像群工 这样强力的战力队伍 是可以考虑一下子的 然后一点五个底子账号 到二点五个 都是可以去买底子号的 一个价格 我问了 之前我不是狂吹无惧荣光吗 为啥 在这个价位不推荐吗 无惧荣光也跟这个SV关羽一样啊 被神秘力量攻击了啊 这个战力直接消了一大字节 那么两点五个就是底子号的极限 再往上走 就是去看SV码超了 两点五个网上没有四红机以上的SV码超 个人认为一定不考虑 不要再去想什么 尖雄 靠尖雄一台一手啊 靠无惧一台一手 这种特技现在用处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特别是尖雄 现在存一个血筒 我觉得 那两点五个到三点五个之间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区间 这个价位呢 SV码超没有四红机以上 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 然后呢 在这个区间里面肯定是 大部分狗马会稍微多一点 黄马箱会稍微少一点 到三点五个开始呢 就是 许优和整体的一些阵容的瑕疵越来越小 一直到五个出头一点 就是现在买到黄马的价格 买这样类型的高价账号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的装备好不好 这正好也延伸出我的第三个观点 就是战场环境的变化 这不是战场队伍的变化 而是人员的变动 因为我发现啊 三战的平民玩家减少了不少 更多的是高红满红队伍了 白板玩家减少 也就变像增多了满红玩家一样 那么如果你在高满红的对决里面 其实也就看谁的装备更好 有人说不应该看这个队伍的细节 做得更到位吗 你会做细节 对面难道就不会吗 而且对面发现你的队伍 厉害能打得过你 他立马就照抄 因为现在非常容易看到你的加点是多少 局内直接可以点开就能看 人家一算就能算出来 但是像装备的差距和特技的差距 这是实打实的差距 这能直接增加你在满红玩家当中的对决的胜算 比如我的装备属性特技更好 我比对面的属性也多了个十几点 那么我的胜算自然会更大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个特别高价的账号 那么装备好 肯定是必须平了 然后再来说说区段影响对于现在的账号大不大 其实在估值方面会对价格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体验上各个区段的差距并不大 但是你所在的区段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账号好不好卖出去 一个新区的账号会比老区的账号要好卖很多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 那么就来回应一下我们开始说的问题 是不适合买好 个人认为这个时间段还算比较适合的 现在的账号会比之前的账号要便宜一点 因为经过这一次周年轻的活动 可以自选一个五战的情况下 非常多的阵容都能通过这个活动去加一点红度 一个红度可都是一千块钱啊 这也会导致整体红度的上升 毕竟物以稀为贵 整体红度都上去了 那么是不是会有贬值的风险呢 而且现在的三战账号市场 买好的人明显变少 卖好的人明显变多了 这也就导致现在卖号也就互拼谁更内卷了 那第二个点就是 有人会问 SB马车的红逆7感觉快到头了吗 还值得去我购买吗 我确实有考虑这一点在里头 但是我觉得三战的整体环境也算在发生改变 更注重这种克制的 像之前弱势的队伍也得到过了增强 比如富贵旗 还明显的例子 通过新战法 复杂老火 通过新兵书 又重回到了一个强势队伍的行列 而且现在每一个新诗的剧本都在扩充你的阵容共存性 乱世风烟可以选拖印战法 远周之战选一些特定的武将会自带一些战法 包括一些冷门的武将 一些黑科技武将像魏延像陈玉 或者说以前强势过的冤奇 在这个剧本里面都算获得的增强吧 所以个人感觉以后三战的剧本 会把你的阵容共存性多得更高 而且会现实反场一些之前强度的阵容 所以个人认为以后三战的新剧本 可能会把你的阵容的共存性提得更高一点 然后把之前尝试的阵容反场一下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买X码超这个交给自己 现在买账号就取决于自己喜不喜欢 通过一些估值方式 觉得适不适合这个价格去入手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其实非常多的阵容 都算是有不错的强度了 且明显存在客户关系了 意思就是你干度够高 会打客户 那么就玩得很舒服了 具体该咋买 该买多少钱的账号 就取给自己的经济能力 跟个人喜好就是 那么本期视频呢 仅供个人观点 觉得有用 参考参考 点个赞投个币 关注一下 觉得没用当放个屁就有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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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